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着中非合作机制的日益成熟和完善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 中国员工来到非洲 开始铸造属于他们自己的梦想 今天的节目我们请来了 曾经常驻非洲的工程项目经理黄和清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和清欢迎你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和清节目一开始 先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你在非洲的经历吧 说一说你为什么当时选择去非洲工作呢 当时首先我是北京大学法国语言文学系毕业的 我本身学的是法语 然后呢上课的时候老师就跟我们说 你们学法语的人生必定要去一次非洲 因为那个地方是非属殖民地嘛 然后你们肯定要去一次 然后当时算是心里就有了这么一个小小的种子吧 就是以后可能是要去一次那个地方 然后大学毕业的时候呢 因为学语言嘛 所以找工作的时候呢 很自然的机会都会是往非洲那个地方去的 然后去非洲的这地方呢 它的薪水福利待遇要很明显的 要高于其他的工作 所以我就想那不然就去一次吧 然后也就没有那么再想继续往下读书 也想更经济独立一些嘛 当时也有一些想要成就自己啊 各种各样的梦想 所以算是一个比较综合的原因 然后我想是可能非洲这个地方 因为一听就挺 不是那么容易去的 我想可能我毕业 还是我比较能闯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是不去 以后可能今生再也不会有机会去了 所以最后算是排除万难吧 也算是 就父母其实大家都不是很同意 那所以我还是去了那么一个地方 我是11年 当时毕业 大学毕业以后 然后进了一个简单的培训 然后就到了非洲那个地方 然后待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然后这一年多里面呢 主要在刚我进金沙萨 做当地就主要做个翻译吧 然后在刚我布拉柴威尔那个地方 大概做副国别代表 然后在布隆迪那个地方 算是做国别代表 就是整个国家市场开发和项目管理 大概是从我这个地方走 然后我主要是做这些事情 好 那么何清刚才你也说了 你主要是在非一年的时间里 主要在非待的是 钢果金钢果布和布隆迪 这三个国家 没错 那么能不能跟我们观众介绍一下 你在这个三个国家的经历 如果是钢果金的话 钢果金最让我吸引的就是那个地方 你会同时看到非常先进的东西 比如说你能看到很大的那种屏幕 就是咱们在国内收屏幕 才会有那种很大的屏幕 很先进的 户外的大的液晶屏 液晶屏对 户的大的液晶屏 对 上面在放着 可能是很先进的 包括好像进行放迪奥的广告 非常非常先进 然后旁边就是很宽的柏油路 是八车道还是四车道 很宽的柏油路 很先进的收屏幕 但是你从外面一拐角走进去 就是非常原始的居住地 就是有大量的当地人 就在那坐在那一天无所事事 就你会看到在一座城市里面 同时有非常非常发达的东西 同时有非常非常落后的东西 他们在一个城市里面 就共存着 彼此之间 你会感受到他们自己之间的格格不入 你也会感觉到 他可能会带来的问题 就是这个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讶 如果说出了首都以后 那就是一片草原 然后你就你的车在上面开 然后开很久才会到一个 城市也好 乡村也好 你到那个地方 然后在那个地方就会好很多 大家的可能水平会差不多 这是钢果筋给我的感觉 钢果布最吸引我的可能没有特别多 因为它跟钢果筋还是很像的 它就像是一个钢果筋的 它就是它一个特别好的城市的感觉 就是这两个国家 但整体以来讲 因为治理的比较好 所以可能给我来讲 更能让我说感触很深的 可能没有 布隆迪呢 它是临着大湖的一个国家 所以那个国家的湖景 它那湖特别大 就感觉已经像海景了 那国家的感觉就是 它跟水的整个融合特别的好 民众跟你感觉 它的整个心态也很平和 就很像那个大湖水 也没有什么风 也没有什么浪 大家就很平静了 包括我见到了一个 很有趣的老人 那个老人 他的爱好游泳 他一生就这一个爱好 他就这么游下去 他游已经游到了 不太像人类的地步 早上四五点钟游出去 晚上六七点游会 就这么一路在那游 是一直在湖水里游吗 一直在湖水里游着 对 当时也是当地人 跟我讲说有这么一个人 我当时不信 然后那天正正好 我早上在那个地方吃早饭 发现真的有一个人 一大早就进湖里了 然后晚上正正好 也是路过那里 然后别人跟我讲 你看就是那个老人 他又回来了 对 就是会有一些 很有趣很有趣的人 自然警惯 然后因为它跟湖很近 所以那里面看到很多 真的野生生物了 比如说河马 你会看到大量的地方 有河马 那河马是一个很可怕的生物 它这个破坏力很强的那地方 它就是你一个转角发现 那地方就是河马 就平时你在那个 动物园里面会看到的那河马 就在你那里 可能就20米的地方 就在那地方 一夹子 两只大河马 几只小河马 非常田径的那种感觉 当然又危险的 有鳄鱼 鳄鱼就是你可能找不到鳄鱼 当地人会告诉你 那个老板你小心 这旁边就是鳄鱼 就一条河 非常的非常的安静 完全看不出任何差别 但是有鳄鱼 他说你不信吗 你在这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 当地有一个 也是迎接外国人的项目 就是你如果花钱 你可以买一只羊 从一个桥上 把那个桥扔到 把这只羊从桥上 扔到河里去 你就会看到鳄鱼捕食的场景 你就发现那个 原来很平静的时候 一堆鳄鱼出来 然后把那个羊吃 然后又回归平静 很快 所以就给你这个感觉 所以会是国内 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那么通过何清的介绍 我们对于他 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其实在非洲 像他这样的中国人 还有很多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 新华社记者的镜头 去非洲看看 在非中国人的工作 在肯尼亚有一群 中国工程人员 他们修建的公路 被当地人亲切称为 中国路 每年12月到第二年2月 是肯尼亚的夏季 降水量小 气候干爽 适合路面施工 所以也是 驻路工程进度安排 最紧密 最繁忙的季节 这是2014年春节前的一天 尽管中国农历春节 已经临近 内罗币南环城路项目的 施工人员 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现年58岁的张惠文 2006年来到肯尼亚 先后参与了蒙巴萨 基苏木 以及内罗币地区的 多个工程项目 现担任中国路桥 肯尼亚办事处 南环城路项目 油面工程师 多年来 张惠文在肯尼亚培养了 大批助路人才 和当地人 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因为 我在这工作时间长了 这有一部分都是 从我从 从零多年 我刚起来的时候 就从我干的 这个时间是比较艰苦 因为 当地人的水平是不行 所以 把他们 等于是我手把手 把他们一步一步交出来的 所以说 从私人感情来说 对我和我们的工人 关系处理得很好 为了能早日实现 南环项目的通车 每天清晨六点多 老张和他的同事们 就赶到工程现场 进行施工 一直工作到晚上七点多 夜幕降临 老张在肯尼亚 住外期间 几乎没有回家过过春节 但是家人的理解 让他没有了后顾之忧 出国时间长了 他们也都习惯了 所以也不熟悉了 不熟悉 现在通讯也发达 你这个手机 你随时也可以 视频啊 可以说话的 这个都可以 所以比原来 这个随时好多了 中国人过春节 突几响 讲究团圆美满 而老张心目中的圆满 则另有深意 2012年3月 他参与修建的 内罗币东北环项目完成 不仅为内罗币市区道路 和A2国道交通 提供了优质的 绕城交通疏解方案 有效疏通了 内罗币严重的拥堵状况 更为沿线居民区和商业区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高等级道路服务 现在他在参与 内罗币南环的建设 期待着能继续参加 西环的建设 完成内罗币 整个环城公路的建设 老张认为 这样才代表着 他在肯尼亚 住外生活的圆满 27岁的于富佳 在2010年大学毕业后 进入中国陆桥公司 入职仅两个月 就派出到肯尼亚 开始工作 虽然办公和住宿条件艰苦 几乎没有周末 但于富佳却觉得 每天的生活 是充实和快乐的 他将自己 不足十平方米的小房间 当成了在肯尼亚的家 说起春节不能回家 于富佳没有怨言 他觉得自己 为内罗币的发展 做出了贡献 这非常有意义 这条南环城路呢 将会给前往肯尼亚 西北部 以及去往卢旺达 乌干达的过境车辆 提供一条快速的绕程通道 将现有的这个通行时间 由三个小时降到 只有二十分钟 这个呢将极大改善 室内的交通压力 同时为肯尼亚人民 提供一条非常快速的通道 中国公司的工程项目 为内罗币分担了 劳动力就业压力 紧南环项目 就有1600余名当地员工参与 同时 中国建设者们 还积极履行着社会责任 捐建道路属地 修缠教学楼 协助当地进行突破事件的 强险救援 深得当地人民的好评 夜幕降临 辛苦了一天的路面工程师们 纷纷返回营地 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聚集在一起 吃着火锅 在异乡欢度的新年 那么何清 相信这个 每一个在海外工作和生活的中国人 都有他自己的一个华人圈 没错 我相信在非洲也不例外 那么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你在非洲期间 你周围身边的这些华人圈是怎样的 他们的工作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是这样的 咱们在中国人在非洲大概来讲 还是分为 我觉得大概有三种 第一种是公司 咱们国有企业派过去的 相对来讲 大家可能保障体系 包括待遇会相对好一些 然后有一些是自己过去 要打拼事业的 然后持的是咱们 中国的护照过去的 还有一些可能是一些 其他方式到达那个地方的 他们的生活可能会更加的不同一点 我接触的圈子 更多还是咱们国有企业 咱们的一个圈子在那个地方 如果形容我觉得这个词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在那个地方 一方面给你很多新的挑战 给你很多 每天都有很新鲜的事物 让你去刷新自己的三观 如果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说 你每天都会觉得 你会不停地去质疑 你自己之前的很多想法 是不是真的 会去想你的人生过的 是不是如你想的那样 很多你觉得很基础的东西 现在地方是不存在的 所以会给你带来一个 价值观上很大的冲击 但是同时在那个地方 一方面是危险 确实当地的治安并不是那么好 就是抢劫 偷盗 包括可能真的有一些 很极端的事件时有发生 你会觉得很害怕 然后另一方面 在当地很孤单 因为华人圈子毕竟不大 而且你真正能够交流的也很少 然后男女比例相当相当的失调 我们有个统计大概是50比1左右 男性50 男性50 女性1 女性相对来说 有勇气去那个地方会更少一点 所以会带来 就是会跟你之前的生活 完完全全的不一样 然后大家会有不同的应急反应 就在那样的情况下 有的人就会开始 做一些他自己以前 可能从来没想过自己会做的事情 而有的人会渐渐地 比如说 比如说举我自己为例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能够把一本叫做李赫诗集 我当时大学的时候买的 李赫诗集书版繁体字 然后讲的是李赫这个人写的诗 然后这个诗怎么解释 我从来没想过我能看完那本书 然后阴差阳错把那本书带过去 人家非洲那段凶 把他看完了 所以我已经不记得他讲什么了 对 然后还有在那的一个 我的一个姐姐 当时就是工作上面 她是我的领导 她那里就迷上健身 就每天健身 就是每天都健身 就大声汗 然后就是要排险掉那种 在那边比较相对来讲 比较无聊 比较寂寞的时光 所以每个人会去尝试 很不同的事情 有的人很enjoy 有的人觉得在那个地方很舒服 因为毕竟来讲 工资啊什么的 待遇都比较高 然后他又突然间追求到了一些自己 以前可能从来没想过的事情 他觉得很开心每天 但有的人可能就会觉得 有落差 特别是有些人说 习惯了说在很多朋友之间 就是每天都有应酬 也比较应酬 每天就跟朋友能够见着 对吧 然后能够有比较顺畅的网络 跟外界交流的人 在那就会觉得 突然间你所有熟悉的一切都消失了 在非洲不如 在非洲不如像我们这种 北上广深这种大城市 国内这种安逸 平常除了工作以外 还有很多朋友交际圈 对 在非洲相对的比较辛苦一些 辛苦 而且主要是没有娱乐 没有娱乐这一种东西 应该说 我在常住的地方叫钢果金 我在首都金沙萨 金沙萨整个城市 整个首都里没有一家电影院 没有一个麦当劳 就可以大概体会一下那个地方 然后当地人的街你是不敢去逛的 因为有很多安全的隐患 当地的篮球场 当地的足球场 他们的主要活动 所以你更多时候就只能说 自己跟自己待着 就是在那个小院子里面 那么相比于非洲这种 辛苦的生活 那么你觉得在非洲工作期间 你所遇到的最大困难 或者说对自己一个最大的挑战 是什么你觉得 最大的挑战 我觉得和自己独处 就是其实我们 毕竟如果在国内生活 一直长大的话 你一直都在一个非常 你一直都在一个有人 可以跟你说话的一个环境 儿时可能是父母 接下来是同学 朋友 包括以后 现在还有网友什么的 都很多 你可以有人跟你的价值观很相近 你能够去分享你的思维 然后其实你真正说 自己跟自己交流的时间 非常非常的少 但在非洲这个情况是不存在的 你首先有时差 其次网络非常的差 你时不时的 就会跟外界完全失去联系 比如在布隆迪 有全国断网的这个时候 全国就一条光纜 光纜被船撞断了 全国没有网络 你没有办法跟外面交流 那你就只能跟自己相处 那你就要去 当自己跟自己独处的时候 就这个事情就会变得非常的特别 你会觉得很寂寞 因为没有人可以说话 我们那个 在金沙萨那个大院子里 有一棵芒果树 那个大芒果树下 我度过了我很多很多的时光 就你仰望着星空 然后你在想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我跟宇宙有什么关系 宇宙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 其实没有任何关系 但是你就要去想 你到底你喜欢什么 你要什么东西 有的人可能想不明白 他就在那儿 一直会处于一个迷茫的状态 有的人可能我会想得更明白一些 就会接下来有自己的感触去 有的时候要去改掉自己 以前的一些习惯 包括就重新树立自己整个 世界观 价值观 如果说大一点 可能就是跟这些都会有关系 那么何清再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这个在非洲的一些经历 那还先说一个 可能比较让我现在记忆犹新 也是对我比较有影响的一件事情 是当时金沙萨其实是一个人口 非常众多的一个国家 然后这个国家大选 然后大选的时候 反对派的领导人 在首都的支持率 是比现在的领导人要高的 所以当时就出现了一个 特别特别可怕的一个情况 就是整座成空了 没有人了 就是平时街上是很多很多人的 就是你到处看 都是乌殃乌殃的人 虽然没北京这么多 但是也很多 但那几天突然间出现了 这个情况就是整座成空了 完全的空 然后我们当时国内领导 就给我们那边前线 就要发函了 就是说你们就准备怎么办 就要准备 这叫撤离吧 叫逃跑也好 各种各样的方案 然后我们当时有一个准备的方案 就是说到对岸 布拉柴维尔去 去那个地方 就逃到那去 然后留一部分人在这里 这里如果出了事情 那就这边的人往山里跑 我们那边就在那边做呼应 这样 结果到了真正大选前一天 老板 我是在布拉柴维尔那一组 所以我就坐船 就到对岸去了 然后对岸的人给我打电话 就是我们这边的人给我打电话 说老板打电话来了 说不行 得回来 因为说这个地方 当时我们这个公司重地在这个地方 你不回来不行 一定得回来 然后我们没办法 真不想回来 因为当时那个情况真的已经挺可怕的 因为你看报纸上面各种各样的新闻 已经就营造了一个有一点点挺恐怖的一个气氛 然后当时就想了半天 最后他没办法他回来 然后就回来 整个码头全空 就一辆车 我们自己的车等我们 然后车从那个地方就往那边开 开的时候有两条路可以回我们的驻地 一个地方是走 一个地方比较不好走 相当于是走使馆区里边一条小路穿过去 另一边是可能拐得远一点 但是路比较宽 走的是外面的大道 然后司机就问我 说那个老板你觉得从左边还是走右边 我当时想 这已经有点乱了 那不然走右边 怎么不好走就不好走一点 然后就走了 我们安安全程到家了 然后我其实一点都没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对 第二天看报纸 报纸上写了另外那条路就是暴乱 就是左边那条路 如果往前开就是暴乱 那个地方就是当地愤怒的民众 烧车 包括一些很恶性的事件 就是骚乱那个感觉 如果当时我说走左边 那可能就 今天就不坐在这里 跟你录这期节目了 对 然后之后就觉得说 好像有些事情真的 老说生死生死 对吧 生死老觉得很远的事情 对吧 毕竟几十年以后 但其实那个时候让我感觉 好像没有很远 就是当时的一句话 你向左走还是向右走 你向右走安全到家 你向左走可能就 对吧 就会非常的不好 所以算是对我非常非常 有感触的一件事 那么何清你在这个非洲 待了多长时间 待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 钢果金 钢果金 金沙萨 金沙萨 然后在钢果布 布拉柴维尔也待过 然后在布隆迪 布琼布拉 那我想这个时间 一年左右的时间 对于其他到非洲的中国人来说 我想说这一年的时间 并不长 不算特别长 不算长 但是我想这对你的影响来说 很深 很深 可以说是很深 很深 对 那么能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你的这种感受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我最大的感触是 没有任何东西都是存在 而没有意义的 它存 这话怎么说 我举个例子 在那个地方 我碰到过最让我无法 就最让我感觉 可能很多东西 有一种坍塌感觉 是我跟当地一个人聊天 因为我是法语系毕业的 所以很多这种工作 我去做 当地的人均GDP一年 是不到200美元 然后我们在那个地方招工 工资是一个月 可能有200美元 如果从咱们的角度来看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 一个薪水了 但当地会招不上工来 然后我们不明白为什么 然后去问当地的人 当地人问我一个问题 当地人说我要钱干什么 就我要钱干什么 然后我就突然间觉得 我好像原来觉得 很多理想大人心 全部都不在了 因为你想我们从小到大 都是钱嘛 你上学要钱 买东西要钱 接下来什么都要钱 那个当地人告诉我 我不需要钱 当地有牧鼠 是一种植物 它的牧鼠跟进 可以作为食物吃 牧鼠叶子 可以当成青菜 芒果可以作为水果 都是遍地 都是你直接拿就可以了 真的要改善生活的话 身上有羚羊 拿把柴刀上山 羚羊就下来了 然后你直接把这东西吃掉 你就可以活下去 那他问你 你为什么要钱呢 我没储花 我没储花 我不需要这个东西 我日子过得非常的好 然后我每天很开心 对吧 那个有免费的 晚上可以免费去蹦个低 对吧 然后我没事可以 做做自己喜欢 你为什么需要钱呢 想明白这个事情以后 我就突然间发现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活在很多你所 其实对你并没有 那么直接影响的压力里面 就是你会想 你要赚很多的钱 你要去赢很多人 但其实那些事情 并对你的生活 并没有那么直接的影响 所以对我来说 最大影响的是 它鼓励我 其实更多去追求 自己我喜欢的东西 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在很多经济 包括物质上 可能会减少一方面 这样的考虑 因为既然有人 连钱都不知道什么 依旧能活得很开心 那我想我们并没有 并没有那种 对吧 义务要去活的 那么 Miserable 或者说不好 因为一些很物质的原因 对我来说 最大的改变是这个 那么何清 我看到了 你可能写了一本书 创作了一本书 叫何苦去非洲 对啊 我想观众朋友们 听到这个 何苦去非洲 这个名字 和我感受是一样的 为什么会给你的书 起这样一个名字呢 因为从一开始 我要去非洲 就是一个 大家都不理解的事情 就是大家刚开始 包括我的父亲 母亲 我当时的同学 朋友 最喜欢问我的一句话 就是你何苦 要去那个地方 父母说的是 你看家里 也并不是说养不起你 我们也没有外债 对吧 父母也不需要你 来为他们治重病 没有那么需要钱 你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 朋友呢 更多是说 那你就要很长时间的 离开我们 就是你要去一个 你完全不熟的地方 而且很可能 会有各个方面的危险 甚至生命上 你何苦要做 这么一件事情 所以这是当时 给我最多的疑问 而去了非洲以后 因为很多时间 刚开始寂寞给人的感觉 是非常非常难受的 其实人质难忍受 其实是寂寞 就是你 你没有人可以说话的时候 我也会问我自己 你何苦要来这个地方 对吧 你分明其实是 有别的选择的 我也 从我的教育经历来讲 我还是可以 接一些其他工作 但你为什么 往来这个地方 那你既然来了 要有所得 你所受的这个苦 你才能够转化成 你的东西 就像佛家说 佛人生有八苦 但是每经历一苦以后 你都会升华自己 也让你变成一个 更好的自己 历练去蜕变 对 对 这个 宝剑历经磨砾出 梅花香字苦寒来 没错 就是这个感觉 所以何苦去非洲 就是这也是 不停地在问我自己 写这本书的时候 我对自己的一个想法 说你何苦要去那里 那你就要把这东西 表达出来 因为接下来 你可能我的求学 包括我自己工作的关系 我很多人分享过 这方面的故事 他们会觉得 这些故事 给他们的人生 也起了很多的影响 他们会想明白一些 他们原来自己 可能有一点点 confused的那些事情 他们渐渐地会明白 然后那我也觉得 既然对他们会有帮助 那对很多人都会有帮助 这也就是这本书 为什么我要写 为什么取了这么一个名字 我也希望他能够 最好 也许有人 大家有兴趣读完他的话 能对他们有点帮助 让他们可能在迷茫的时候 或者说在 有想不清事情的时候 能够说给他们一点 我作为一个 经历过他 没经历过事情的人 给他们一点 从旁的指引 就算是我自己的 一个小小的想法 那么如果你要向听众 观众 读者 介绍你这本书的内容 你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你书中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向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书中吸引人的地方 主要介绍了哪些东西呢 你在非洲的一些游历 最主要一方面 是我整个的游历 也就是我到底在那经历了 什么样的事情 更多的 我觉得 因为我书里面的故事 我是以一个几乎 纯旁观者的身份 在记录这些故事 所以更多的是 我对这些故事的一些反思和想法 因为毕竟人的经历 才会构成人的思维 然后在这些经历中 我到底获得了什么东西 是我在这本书里 最想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有的人可能会希望说 你看到就记载的一些 很多 就是可能从来没见过 大草原 自然风光 犀牛 大象 狮子 我的书里一点都没有 没有记录那些 所谓的自然风面的东西 但有一点点 完全不是主要 我更多记载是那里的人 那里经历的事情 然后是因为是一个 完完全全不同的环境 所以给了你一个 完全完全全不同 去思考你人生的 这么一个角度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 最大的卖点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 也就是向大家介绍了一个 不一样的非洲 另一个角度的非洲 然后让你从国内看到的 宣传到的非洲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对 然后从这个非洲 怎么去反思你之前的生活 因为其实在那里 交集圈还很多 还是华人 在那边的华人 他们也有他们 完完全全不同的故事 你跟他们的交流 他们之间不同的事情 给你带来的 各种各样的影响 才是在那里 我觉得最有最最宝贵的财富 因为完全寂寞 完全不同的一个环境下 人会有完全不同的想法 然后见到你跟国内 完完全全你想不到的 这么一个人 在那个地方 然后他来跟你说 这些事情 而且他们很多人 就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他们愿意去跟你分享 因为你知道没有人可以说话 找到一个可以说的 非常开心 他能把你很心里面的东西 跟你说 说出来以后 你把它技术下来 就是对自己来说 就是一次财富的积累 你以后会有对生活很多别的别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卖点的话 这个是我最喜欢表达的东西 更多的是自己的一种体位 感悟 而不是像叙述一些 大家都能看到的东西 并不是这样 对 你要说就是一片草油 像狮子在追逐 羽羊在奔跑 大象 没有意思 你这个东西 我写得再好 不如一张照片 但是故事 更直观一些 故事照片是表达不出来的 比如说我那里有一段文章 记载的是当地的象牙市场 那这个就是你在 你在那个地方 在照片里 你是看不到这些东西 我虽然没读过你这本书 相信通过你的介绍 一定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一本书 希望 那么何清 我想再问一下 就是说如果时光能倒流 再让你选择一次 你还会去非洲 应该还是会去 应该还是 不该说应该了 肯定还是会去 因为毕竟 你无悔你的这一年的非洲 无悔一年 对 这一年确实失去了很多 也是说实话 各个方面来讲 失去了很多 给我带来了很多冲击 但是前 非洲之前22年 我其实完全走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正统的一个 自夸一点 别人家的孩子应该走的路 对吧 最好的中学 最好的高中 最好的大学 然后包括都是我第一志愿的专业 一切都顺风顺水 如果说那样子 照常发展下去的话 迟早有一天 是要经历一个很大的挫折 而非洲很好 那次挫折 在非洲那个地方 在一个很极端的环境下 让我可以有不浮躁的资本 因为那个地方 你没有浮躁的能力 实在是太 太清 外部环境 没有给你这种安逸的 没有给我安逸的感觉 让你每天都会去考问自己 然后让你去 成熟你自己 让你会有那个感觉 你到底要去成为什么东西 想自己要什么 我觉得这一年付出的 永远还是比不上我得到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那一年非洲 是无怨无悔的一个时光 感谢何清能够分享你的生活 谢谢 非洲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 可能是一片遥不可及的遥远大陆 但对于许多去过的人来说 在非洲的每一天 都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是漫长人生中的一段宝贵经验 就像何清书名中所透露出的那样 我们对于非洲有向往也有无奈 但我相信 随着中非合作的不断发展 中非关系的日益亲密 一定还会有更多的中国人去到那里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感谢何清能够做客我们今天的非洲精选 谢谢 非洲精选希望为您打开了解 世界的另一扇窗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